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系列节目《城市农夫》里 我将寻访多位种植高手 向他们讨教在新加坡种菜种瓜的方法 现在和我一起去找师傅去吧 新加坡西北部有两个深藏不露的社区菜园 一个半圆形比较小 另一个L字形比较大 这两个菜园是武基班让第四分区军委会所管理的 总面积近2600平方米 相当于六个篮球场 相信是本地最大的社区菜园 这里的蔬菜绿油油的 看起来生机勃勃的样子 不过究竟他们的菜种是什么呢 好多我都没看过 我们赶快去找菜园负责人了解一下 韦先生你好 我是金台 这个菜园感觉井然有序的 都是种些什么菜啊 通常种的都是生菜 芥兰或者我们叫做芥菜 哪些菜比较快收成的话 都是在尽量去然后种这些菜 我们有种这个瓜类 冬瓜 南瓜 有羊角豆 有瘸子 有时候我们就种一些长豆 这个就是长豆 在这里种菜有没有所谓的季节性啊 10月 11月 12月 到清明之前的时候 这个天气都是很适合种菜 清明之后都会比较热 种菜就很难种 所以我们都是种那些豆类 瓜类 五级班让好多居民 以前是临错港 油池 雾览一带的菜农 随景促社区计划在本地兴起 他们免费得到菜园 抽签分得自己的地 把传统的种菜方法延续下去 彭培是半圆形菜园的负责人 他是退休警察 现在和太太苏妹一起种菜 农夫一般会种植不同阶段的菜 以保证持续有菜可吃 现在的四月天经常打雷下雨 彭培说害虫特别多 特别活跃 必须努力抓虫 生菜业里就常常会躲着红蜘蛛 要用棉花沾水一一除去 碰到水 红蜘蛛就没命了 不要很早很早 你可以抓到相当多的 肉眼看到的一个一个样子 肉眼看到的去抓 为什么要一大清早去抓虫 这个虫在晚上吃饱了 吃饱了走得会比较慢 所以要抓的话就会比较容易 这个根地我们现在要把它清掉 清掉之后 因为马上重新在中国 清了汉鸟 乌农是怎么样的 让我体验一下 感觉那个根都在好深 好深的 因为这个是番土叶 所以相当深 各位观众 连根板 细 不容易 种菜是不容易 还可以看到这个 蜘蛛牛是害虫 要拿掉 因为蜘蛛牛也是一种害虫 好大一只 这些菜拔了过后之后 怎么处理 这个有时候我们就丢去了 太老了就不能够吃了 彭先生 会不会拔着拔着 发现那个番薯啊 那就看你幸运不幸运了 这个是不是番薯 这个是不是番薯 你没有找到 你可以打笼了 拿走番薯就可清理原地 但不可马上种植 还要翻土 让泥土曝晒一两星期 杀死土壤中的有害病菌 除了说 就是要把它泥土翻上来 翻上来 翻上来 你试试看 试试看 这个味道 那那手势是这样吗 尝试一下 对 需要 需要自私下 会 要厨头要拿高一点 高一点啊 高一点 才有力气 高一点 因为厨头就生 要有番薯 番薯必须翻到 见黄土为止 厨头真的是太辛苦了 我才除这么一小块 就已经满头大汗 除了要耐热 力气也要充足 对 真的是不简单 太阳暴晒下来 不容易太热了 现在我回家吃的每一根菜 我都会很珍惜 要珍惜 其实我这个都很珍惜它 就是它切断了 我还是要吃掉 是 种菜的学问并不特别精妙 难就难在 大家必须身体力行 花精神去建立自己 对万物生长的一种理解 并且要天天付出努力 蔬菜一般要五个星期 才能收成 五周内要三次施肥 天天浇水 还要清早徒手抓害虫 不易做到 师妹大概多久可以长大这些菜 三到五天它就开始活了 真的吗 对 希望我的菜可以茁壮成长 对 一符定会的 长得茂盛 对 下来让我去看一看距离一两百米的那个L字型大菜园 那里有位农夫叫黄赖毅 他就只种植能配合自己时间表的农作物 种这些他还能出国旅游呢 冬瓜不必笑掉了 一两天忘记叫还不用心 它有它的疼 自己盖住自己的身体 不会干掉 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冬瓜 它们都是这里四株冬瓜树的宝宝 看起来肥美又壮硕 种得不错 我们整天看它长大 好像我们家里的宠物还是什么 也是蛮高兴 有时候剪下来分给人家 有一点不舍的 看这个藤已经很硬了 这个白色的就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可以摘下来的是吗 剪下去吗 对 好重啊 我拿拿看 这个真的分量十足耶 白色 这可以完全遮盖我的脸了 这个大概有几公斤啊 三公斤 目前这批冬瓜的品种 黄赖毅没有特别讲究 但是有一年 他就非常认真地看待过一个冬瓜 就是这一个 这是他认为社区花园蔬果种植比赛的竞赛冬瓜 他的一位朋友更凭着一个重达28公斤的台湾黑皮冬瓜 赢过冬瓜组第三名 魏先生你好 这两块地就是你的地盘了是不是 是我种的地方 对 我知道你是种冬瓜的高手了 有什么诀窍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种冬瓜我们每次都拿来种来比赛 越难种 我越喜欢 为参加今年7月的蔬果种植比赛 杜德春种下四株冬瓜树 他会在后期除掉两株 剩下的两株还要把藤上多树的冬瓜都摘掉 集中陪食最美的一个拿去参赛 淘汰过程绝不留情 种植得奖作品可大有学问 我年土推高 如果你太低 里面下面累积水 种出来冬瓜 它的会防防比较不健康 下面也不可以种其他的东西 如果种其他的东西 会阻碍它的根啊什么 来抢它的水分 换句话说 冬瓜必须占用整块原地 而且会从杜德春制作的堆肥那里得到营养 这个是黄梨皮来的 这个是冬瓜自己掉下来的花 也可以拿来做肥料 这个冬瓜已经处在什么样的生长阶段了呢 它现在它已经开发结果了 我用一个白色的套现在跟它套做 不要给那个果蝇盯住 所以接下来这个会长成什么样子 这个你多两个礼拜它可以长到这样大力 这么大的冬瓜 传统土耕 绿史悠久 必然累积了不少智慧 如果你乐意接触泥土 喜欢阳光 喜欢流汗 赶快向族物区的老菜农 虚心讨教 亲身感受种菜的快乐吧 这个城市奴风要细心照料蔬果 其实还要提防就是猴子 谁会想得到呢 猴子居然非常的捣蛋呢 想要知道的话 就到八频道的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诗城时事面部 收看这段网络视频 好 深圳有约 明天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